律法本是借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今天要為你播報什麼賽事呢 就是你的賽事 你要向著標杆直跑 得天賦從耶穌基督裡 要召你來天上得的一切美好的獎賞 我剛信耶穌的時候 我常常在思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可以這麼豐盛 為什麼我向你這麼美好 然後我開始讀聖經 然後就會開始教我背主導文 讓我們來看主導文的聖經 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節 讓我們一起來念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金是賜 給我們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得人的債 這是重點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得人的債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得人的債 不叫我們一件事態 就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全民 榮耀全是你的指導永遠 阿門 我讀到這經文 我覺得一折一席 一折以憂 超讚的 我從此不用擔心我日用的飲食 我從此不用擔心 神會救我脫離凶惡 神不會叫我遇見試探 可是每一個東西 好像是我做不到的是什麼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得人的債 天啊 如果我沒有原諒 過去所有的一些東西 神就不原諒我 怎麼辦 而且我覺得 我還有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的生命 他們過去經歷一些 很慘很慘的是 有被騙財騙色的人 有人甚至於是 他所愛的人被謀殺了 甚至於是有人放火燒死他的孩子 他家裡的長輩 他怎麼去饒恕他們呢 怎麼辦呢 我為這件事禱告 而且我常常 那個禱告裡面 我變成開始擠壓自己 我好像這顆球 原本足球是多麼開心的 可以踢他 我好像在擠壓這顆球 一樣擠壓我自己 我要饒恕 我要饒恕 過去那個傷害過我的人 我要饒恕 饒恕 不然神就不饒恕我怎麼辦 直到我繼續讀聖經 神給我一個更棒更棒更棒的答案 因為真理使你得自由 讓我們看下一個經文 歌羅西書3章13節是保羅所寫的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 彼此包容彼此饒恕 主怎樣饒恕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你知道這經文說什麼 主怎樣饒恕了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如果你有機會去看英文版本 或是你有機會去看 原文的希臘文聖經 你會發現這邊寫的是完成式 主怎樣饒恕了你們 中文也翻出來那個了字是 他先饒恕了你 所以你要怎樣饒恕別人 但只有一個經文不夠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經文 你會更清楚這個意思 以佛所書4章32節 也是保羅所寫的 讓我們一起來念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 憐憫的心彼此饒恕 正如上帝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你看也是饒恕了 完成式 你已經饒恕了 你已經被饒恕了 而且特別 經文特別告訴你一件事 天父在基督裡已經饒恕了你 你已經被饒恕 在基督裡就被饒恕 那你就覺得很奇怪 那馬太福音那個經文呢 不是我要先饒恕人才會被饒恕嗎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這是在耶穌還沒盯十日架以前 祂在地上對你說的話 祂在告訴你 在舊約裡面 你要先饒恕人 神才饒恕你 可是當耶穌在十日架上盯了那一刻 祂說成了開始 成了就是新約開始成就 在新約裡你是先被饒恕 然後你有力量去饒恕人 所以你不用再擔心了 如果你沒有辦法饒恕你的殺父仇人 你無法饒恕那個使你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那個人 神還是先饒恕了你 只要你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 你的罪就被赦免 你就先被天父饒恕了 你就可以有一個美好的生命 然後你再去祝福饒恕其他的人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釋放 讓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鼓勵你從今天開始 不要再看著自己有沒有饒恕別人 先看著神已經在基督耶穌裡饒恕了你 你就有力量重新開始 請把眼睛閉上讓我來為你祝福 親愛的耶穌 我來祝福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每一位在螢光幕前面的每一位朋友 知道一件事 在耶穌基督裡我完全被饒恕 我生命有全新的盼望 我不再一樣了 雖然我沒有辦法饒恕每一個人 但是天父已經先饒恕了我 所以我會越來越能夠有從天父來的力量 一點一點的使我生命更完全 饒恕更多人 進到我更美好生命的祝福裡面 主耶穌我祝福現在就是看的每一位朋友 現在就是你 你知道你就被饒恕了 你的生命有全新的盼望 全新的美好 你充滿盼望 因為耶穌愛你 他對你有一個美好美好美好的計畫 奉義士兵祷告 阿們